国内政坛焦点 我们持续来聚焦这民进党 桃园市长参选林志坚 深陷论文抄袭风波 现在越来越多疑点都浮上台面了 比方说您看这封面中呢 他的英文姓是怎么突然变成姓王啊 而在这第一章的序论当中 也出现了这特别的字眼 比方说像是请志坚自我发挥一下等等 林志坚是一一说明 但是依旧让对手看不下去 要他赶快到学轮会说清楚 而今天这指导教授陈明通 发出公开声明 强调谁都没有抄袭谁 参与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民进党桃园市场参选人林志坚 这表情似乎有点凝重 就怕论文们重创形象 毕竟越来越多疑点浮出台面 就在林志坚公布的2015年12月 研究大纲档案封面 林志坚英文名字姓氏突然变成WANG 不禁让人怀疑这王先生到底是谁 台大硕士论文的这个范本 这是一个公版 就是有一个WANG的这个部分 强调只是学校给的范本 那林志坚递交给台大的证据里面 第一张序论中的研究缘起 写着请志坚自我发挥一下 又是怎么回事 修正他指导修正之后 回传给我的信件 那里面他就有特别提到 这个部分请我还要再做一些 这个深论 就是说再做一些发挥 坚称自己是原创 绝对没有抄袭 也没有人代笔 却依旧不出席 台大学术伦理委员会亲自说明 两位对手也要他赶快说清楚 林志坚论文抄袭正义 引来敌影大肆抨击 让他的指导教授陈明通 再度发出公开声明 签字文重强调 先有属于林志坚 2014年的选举民调资料 以及论文写作 才有余正皇的成果 并且指出林志坚与余正皇 都没有抄袭动机 也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 但余正皇律师回应 考虑以司法诉讼方式解决纷争 避免陷入无穷争议 陈明通的声明 能不能说服社会大众 都得等到台大调查后 才会真相大白 记者谢江玲 林志环苏梓梓杰 采访报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